Alexa, 薩茲丝豆昂 嘿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RAR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上次 魯邦三世的Mystery Box裡面的沙發系列 那我個人非常期待這一整套的系列 那我們今天就先開箱兩組來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OK,那今天就來開箱 在魯邦三世裡面算是最有人氣的 次元大介 次元大介 還有 永遠都抓不到魯邦的前行警探 那我們就先開次元吧 這一組是2003年的 所以是17年前的老物 才是未拆封的 你看這個膠帶都是非常舊 都還沒濕過 OK,那今天就來拆箱囉 17年前的空氣 17年前的味道 噔噔 其實他的東西很簡單啦 公仔本身 然後一個沙發 背面還有一個地台 這組真的是蠻期待的 因為我非常喜歡他們魯邦三世這種 整套型的公仔 就是組合式的 你全部可以擺在一起 就很像是一個動畫裡面的一個sing 他把它呈現出來 來囉 Yeah 哇 17年前的次元 噔噔 未拆封的好處就是 不會有那些交化黏黏的現象發生 不然很多受潮的公仔 真的很容易就交化 那沙發是塑膠的這種 很easy啊 這種感覺 登登 有沒有 帥啊 那比較早以前 他細節沒有做出來 就是像是 次元的眼睛 他沒有把它做出來 一個陰影的概念 不過神韻有到 我覺得就很帥 就是啥 有點像積木 蠻單純的一個設計 對 這樣子就是給他放腳的地方 那他還有附另外這個是 銜接跟其他公仔組起來的一個part 就像這樣子 可以把它組起來 真的是積木的概念 第一組就這樣完成了 四元大戒 甩 下一個是 前行警探 警探是沒沙發的 我相信大家 很少人有看過他的動畫 頂多就是看到他的電影版 比較後期就是出電影版 那他早期的動畫真的是 蠻推薦大家看一下的 介紹欄也會放 魯光三世的動畫123G 然後有興趣可以直接看 線上看 來囉 全形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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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耶 十幾年前的東西就這麼有FU 早期的東西多少還是有一點小粗糙的地方 不過 個人是不太介意 標準拿著手銬的概念 那他一樣有附地台可以組起來 像這樣囉 還蠻穩 那一樣有附這個連接的這個配件 那他底部是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試試看 把他連接起來看看 你看好 登登 蠻easy的 欸很酷耶 他有設計到這個 細節就是你看喔 這樣擺好對不對 他原先設定就是他要站在 他們的旁邊 準備逮捕他的概念 所以你看這個手是剛好組起來之後 就靠在他的沙發上 有細節有做到耶 帥耶 現在的公仔 近期都沒有這麼有FU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下特寫吧 Let's go ok 那我們今天就速速的開箱這兩組 潛行探掌跟次元大街的 魯邦三世經典的公仔 17年前的公仔其實做的真的是蠻有FU的啦 可能這樣擺著到時候可以排出一整排的感覺 一定氣勢很不一樣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玩具喜歡穿搭的 再麻煩訂閱一下我個人頻道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Instagram也會時常更新一些穿搭照也可以follow一下 我是Rock 我們下次見 吧 好 by bwd6